創意理財盡在運通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加權指數漲48點 可是我相信 手上有電子股的人 包含家衛老師 都覺得今天的盤超慘 可能像是那種跌大概200點 大概200點左右的盤 因為大跌的股票有 像比如說我們宏達電大跌 對不對298 可是也有漲的股票 比如像miniLED的惠特 什麼這些都還在漲 所以你去看這個盤 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人 看空的看空保守的保守 然後你還會看到有一些分析師講話特別大聲 甚至你從他的那個嘴角 你就可以隱隱約約覺得說他很開心你知道嗎 那罵得很大聲 哇你看 今天就開始提醒喔 你看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講這些電子股都不要買 這些人喔 就是那種在過去都沒有績小的人 就是這一波台北股是從第一檔這樣子 16162這樣一路做上來 對不對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從11 12這三個月 出了多少標股 化工股 元宇宙 車電股 對不對 低軌衛星 他們通通沒做到 天天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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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台北股是回檔了 尤其今天電子股大跌 開心啊 開心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又會發現今天很多人就開始看保守了 理由不外乎接下來要過年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聯準會 明年 應該說今年 今年要升息 尤其是鮑爾今天要講話 那我問各位 鮑爾要說話 聯準會要升息 請問一下這是利多還是利空 這當然是利空囉 對不對 那既然是利空 你因為利空而跑去看空 甚至放空 這樣對嗎 所以我說今天的台北股市 其實沒啥好解的你知道嗎 一句話講完 就是提前反映 今天晚上美國股市報額的談話 因為 今天已經把那個鮑爾的講稿 大概講出來了嘛對不對 今天鮑爾大概會說 FED將會動用工具 確保通膨不會紮根 而且呢 從12月的那個利率點證圖來看到 18位官員全部都支持 調升目前的淨零利率 也就是說大家都要升息 所以 雖然大家已經知道了 但是 因為你知道嘛 我之前就跟各位講了 鮑爾這個人 真的我是覺得他的 如果我來看啦 我是覺得 比較像政客啦 就是 他在連任之前 你看他講的話 沒有通膨都是暫時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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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眼說瞎話對不對 明明那時候通膨已經6%了 一連任之後 喔 那講的話是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他是怎麼樣的人 我們不批評 但是就是因為他是這樣子的人格 所以市場擔心怎麼樣 他今天會比我們原本知道的內容 還要更陰 就是講的更恐怖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喔原本 我們原本預估今年要升息兩次 變三次 甚至四次 然後呢時間又會更提早 甚至我馬上我就什麼減少購債 然後我要鎖表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市場上現在你會看到 那些老師 看保守的人 就是拿這個來當護身 但是我請各位你再仔細看一下 這是利多 還是利空 如果他是利多 台北股市走成這樣子 不用等你們來催促家衛老師 家衛老師馬上放空給你們看 是不是 但是他如果是利空 你真的覺得現在是一個好的空點嗎 我們就看過去半年的時間 你就會知道 你就會知道 你現在該做哪一個方向 這個是從去年的七月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十二一月 過去半年台北股市的走失 我們明顯漂亮的抓到兩個轉折 第一個轉折這裡 七月十六號 這裡我們開始 全力放空 這是七月十六號 教育老師的螢幕截圖 對不對 當時候是不是很多人看到台積電 被修理 是吧 因為當時候大家都說台積電會奪斷奪斷奪斷 那時候沒有元宇宙這個東西 教育老師是一直到了台積電 說他看好元宇宙 我才開始認同台積電 在此之前 你看那個去買進台積電 大概都準備被修理 對不對 每次放力多 每次開法說就等著被修理 可是現在台積電只要開完法說 自從他加入元宇宙之後 你看他開完法說 對不對 那個走勢就不一樣了 就噴出去了 這一切都是元宇宙的功勞 你知道嗎 好 來 7月16號 今天開始全力放空航運鋼鐵罩子 在此之前我們也是做多 只是我不是做多航運 也不是做多鋼鐵 我做多的是霸占系金援 好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教育老師會放空呢 因為你看到這裡 來 導播這裡幫我放大 這個地方是7月2號 是那個我老大拜登的基建案過的日子 利多 超級大利多出來之後 然後台北股市開始橫盤整理 最重要的是航運股大崩盤 是不是 那我問你嘛 這裡是利多 這裡的量這麼大 來請幫我拉遠一點 這裡的量這麼大 這叫什麼 利多出鏡 所以當時候 嘉偉老師是因為利多很多 股價不漲而放空 當然 嘉偉老師當時候講放空 是被市場笑掉大壓 因為當時候市場做多都來不及了 誰要放空啊 我也敢這麼說 嘉偉老師在放空的時候 絕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放空 其他人通通的做多 包含現在那些在看空的老師 對不對 好 後來呢 就從這裡 一波兩波反彈 蹦蹦到這裡 16162 10月5號 跌到這裡 發生什麼事 我們空丹大惡全盛不用講 對不對 那時候我用李奧納多的這張圖 對不對 空丹大惡全盛不用講 當時候發生什麼事 你還記得嗎 16162這一天 來給你看報紙 報紙一打開 台股四大利空 引爆多莎多 這10月15號 那10月5號嘛對不對 這螢幕截圖 航運股融資追繳令蠢動 留意斷頭為約一風險 這個時候長榮已經跌到85塊了 對不對 教育老師是認為他要跌到87塊 他已經跌到85塊了 預測完全預測正確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 這一天10月5號看到 這種報紙的時候 是不是一堆老師跟你講要看空 是不是網路上一堆網友跟你講說 這裡台股完蛋了 然後就會信誓旦旦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技術面 對不對 來導播這裡幫我放大一下 你看這裡是景線 對不對 台北股是這樣子跌下來 破景線 破景線之後再把這邊的上升拉起來 這叫一個M頭 所以當時候是很多人在這裡放空 那我問你 來再看一次 這利空還利多 利空 這利空還利多 利空 好 所以一堆人因為利空而放 放空 對不對 可是教育老師咧 我節目講什麼 找盤補光光了 補掉了 來看一下當天是不是就是16162 是不是就是16162 好 我當天補的時候 我也是被笑啊 我也是被罵啊 因為多少人告訴你說 台北股市要崩盤囉 是不是 好 16162 好 就從這一天開始 咻 然後告訴你萬八 天花板會變地板 現在是不是地板 頂了兩次沒有過 又一堆人告訴你 這裡是M頭 這中間的過程 我們就不用看了 看太多次了 現在出去 回測月線 回測月線之後彈出去 所以咧 這邊是全部都利多 是你愛做多的時候 這邊是全部都是利空 是你想放空的時候 那我問你 那這裡咧 這裡是利多還利空 這裡是不是也是一堆利空 所以啊 你現在應該看保守嗎 那我知道你一定會跟我講說 教育老師可是你看 對不對 怪買指數好可怕 一路往下走 我說你也幫幫忙 從16162反彈以來 台北股市是這樣頂到17968回測一次 頂到17988再回測第二次再衝出去 可是你去看貴買指數 就是中小型股 為什麼我說這一段 很多的老師沒賺到 很好笑 為什麼 因為指數就算回檔 中小型電子股是一路往上衝 這裡可這一段可跟生技股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小型電子股是一路往上衝 請問一下有回頭沒回頭 沒有回頭呢 是不是沒有回頭 是不是跟大盤走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沒有回頭 他這一次修正的當然會比較大 因為大盤經過了兩次的甩 那他回頭甩到了季線 那我請問你又有利空 因為利空而甩到季線 請問你 買點還賣點 季線扣底位置在這裡 很多人現在說他自己是技術分析專家 那你請問你自己看一下 季線扣底位置在這裡 你從高檔直接一波直接灌下來回測上升季線 請問一下是買點還賣點 所以你因為你現在自己怕 你因為接下來要過年 所以你找了一大堆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看空的理由 你覺得這樣對嗎 我就拿過去的例子就跟各位講 你因為看到利空而去放空 你準備被嘎爆掉 你準備被嘎爆掉 所以請不要再懷念 那什麼之前什麼會什麼大崩盤的日子 除非 除非我有一個但書 除非 現在是滿天的利多 可是股市卻走成這個樣子 那我跟你講這盤完蛋 你先判斷現在盤面上是利多還是利空 假設現在的盤面都是利多 台股走成這個鳥樣子 那我真的拜託你趕快來放空 但是我相信 當報紙上你打開都是利多的時候 我叫你來放空 你絕對不會來放空 對不對 因為你們是看報紙做過票 就像航運股 有沒有疊 有啊 可是因為航運股它通通都是利多 所以儘管它的線型已經走成這樣子 你還是覺得它很好 但是因為電子股包含宏達電 因為現在已經出利空了嘛 你就覺得它很爛 那請問一下你們不是看報紙做股票 你們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嘛 你先判斷現在盤面上 除了航運股之外是利多還是利空 航運股都利多啦 所以為什麼我看壞它 除了航運股之外 對不對 金融股例外 金融股我不看它 對不對 它只是一個稱指數的工具 除了這兩個類股之外 電子股是利多還是利空 利空滿天飛嘛 那你因為利空滿天飛 砍掉股票而看保守看空 這樣感到 廣告時間好好想想這個問題吧 所以第一階段 先不唱歌 跟各位分享一首詩 這首詩我每一改 舒適的水調歌頭 我相信大家很熟啦 因為裡面很多什麼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產權 人有悲歡離合 越有殷勤圓缺對不對 我真的很佩服古人 真的好厲害 流傳千古 這句話 高處不深寒 你不要把它解除成一副要崩盤 不是 是人在高位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現在喔 教育老師在這邊看多 就一股那種寂寞的那種感覺 因為你人到了高處之後 是不是就是人煙就吸少了 高處不深寒 真的啊 人到了高位 你就會發現你的眼見 你的看法 跟市場上大多數的人 都是不一樣的 沒想到做多可以這麼寂寞 對不對 所以好好的想想 到底現在是利多還是利空 下一階段我們來針對股票的部分 尤其是宏達電 我知道你們只想聽這一檔 其他你們都不想聽 是不是 我們好好來講一講 我們先進入廣告 待會兒回來 陳東斗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待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陳東斗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待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資源循環 聲聲不息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再跟各位講一個這個盤不會死的一個證據 你們今天看一檔股票就夠了 這檔股票叫誰 8104的萊寶 為什麼 因為萊寶在上禮拜五是創新高的 台股已經不是很好的 他逆勢創新高 對不對 逆勢創新高之後 昨天我是不是說他發了一個怪怪的利空 怪怪的 怪怪的 對不對 就是我們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的口頭禪 怪怪的 怪怪的 對不對 好 怪怪的利空把它灌到跌停板 對不對 那教育老師昨天有沒有閃有沒有躲 沒有嘛 對不對 因為拉回是買點你為什麼要閃呢 我說利空甩轎意在吃貨 留意回檔的買點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一定想說 死定了你笑死 陳家瑋你會不會看啊 跌停鎖耶 好啦 今天早上台北股市是不是一開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很不好 對不對 完蛋了對不對 來 你看今天萊寶一開盤漲5% 你如果你是昨天 對不對 去放空 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放空 我是真的是建議不要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對不對 可以喔 對不對 我相信你如果你昨天去放空來保的 你本來是想說 喔 喔 我明天喔 喔 我明天開盤一定是賺爆了 結果你今天早上一開看到他開怎樣 我相信你一定是屁滾尿流 把你的空蛋補掉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隨著盤面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不好 然後尾盤就是稍微回檔一下意思意思 我跟你講明天又繼續跳出去 就這樣 就這樣 因為為什麼 你去看嘛 我之前就跟各位分析過 你看喔 昨天跌停版投信還買500張 意在吃貨 就像之前的泰鼎不是嗎 高檔最好的甩轎就是跌停版 這是不是一個怪怪的利空 是啊 怪怪的利空啊 把它灌到跌停版啊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你看 投信在跌停版的時候大買880張 未來他一定會把你拉上去 是不是拉上去創新港 所以勒 利空是最好拿來甩轎 大盤也是如此啊 是不是 所以我知道 你們 你看喔 像這個 來來來來 你們想聽了我等一下再講 對不對 不然你們又在那邊對不對 來來來來 我問你 現在大家都在講mini LED 我們光mini LED三檔 對不對 台表科我們昨天獲利了結了 對不對 6278台表科 昨天還有投資人說什麼 把停損當獲利了結 對不對 這我就笑一笑 然後還有網友說什麼 家衛老師賺錢的股票會員一檔都沒有 喔 這句話就有一點喔 小心喔 都沒有 都是100%喔 喔 這個不得了喔 這個有 這個 這句話有問題喔 還有那個什麼 家衛老師什麼 推薦什麼 我在那邊推薦宏達電的時候 底下就寫說 整天推薦宏達電 我就是中共同路人 喔 這一句話也有問題喔 喔 小心喔 對不對 講話要小心喔 不要太開玩笑喔 對不對 啊 台表科 你看這種線型你敢買嗎 死定了 我買啊 買了不就上了嗎 結果昨天新聞是不是大家都在台表科 對不對 啊 我就把它獲利了結了嘛 創新高獲利了結嘛 轉自貿嘛 2360自貿嘛 我說我發現了新電動車嘛 來 這是今天的自貿 不要再說家衛老師一檔都沒有喔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喔 昨天以前我就當做算了喔 特別會員的股票 台表科 特別會員的股票 賺錢獲利了結之後轉自貿 自貿 昨天漲停板 今天繼續漲 特別會員的股票 富財 普通會員的股票喔 啊 賺新高喔 昨天買的惠特是尊榮會員的股票喔 不要再讓我看到那個什麼叫做家維老師 什麼 什麼 賺錢的股票會員都沒有喔 這個是有一點對不對 有一點誇張喔 好來 所以我們來講講 洪大電 我剛剛給各位看很多那技術線型的片線對不對 來洪大電今天跌到這裡你敢買嗎 我買啊 請問一下最後有跌停嗎 你說家維老師沒跌停很了不起嗎 那我問你嘛 你今天大家都看到這一根破了 你看到我看到我女兒也看到啦 我講難聽一點對不對 以大家都會的技術分析 破線破線死定了啊 好那我問你誰在買 他昨天回測季線本來要上去了 今天因為利空在灌一根 那我跟你講這絕對是甩教啦 不然我們未來再來驗證就好 我愛你 是多麼清楚多麼堅固的信仰 我愛你 是多麼溫柔多麼勇敢的力量 我不管心多傷 不管愛多慌 不管別人怎麼想 愛是一種信仰 把我帶到你的身旁 接下來就是考驗 你對元宇宙信仰夠與不夠的時候 我們明天見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利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都說人不是雞氣 我們不用有病痛 其實不關雞氣多面多大隻 炒骨一樣的運動 這時候他們的醫生就是我們 內褲在心中 外褲負責手腳腳膀 最好以美的來心外做美容 讓他用客客 吹噹噹噹噹 嚇噹噹 繼續為到國中建設來發明 如果開了 我們外褲 順利來賣一匹的保理鐵 明天才開了 保理鐵 一 陳東斗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